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坨叫什麼 泡菜蘿蔔糕 蛤 混蛋 給你吃一口 你就知道蘿蔔糕在哪裡 有知道了嗎 有有有有 你都用瘦肉耶 瘦肉比較貴耶 不能讓你看到了 我可以先問一下 你求什麼嗎 愛情 愛情是不是 有耶 新規 那人到底在哪裡 松哥 松哥 這邊 在你這地盤 要帶我們去吃什麼美食啊 跟你講 這邊呢 有好棒的 很棒的早午餐 也有很棒的豆花 還有很棒的牛肉麵 炸醬麵 今天去看哪一間廟呢 今天我們要去的是 建坦 陳德福德宮 建坦捷運站一出來 你在月台上 就可以看到這間福德宮了 然後呢 你只要沿著這個福德宮 旁邊這個公園 一直走一直走 來來來 跟著我走 有看到後面有個牌子嗎 華齡街一下 這裡就是我長大的地方啊 裡面就有市場啊 那今天是禮拜一 所以市集沒有開 但沒有關係 裡面好吃的還是有開 有車有車 有車有車 現在不是要理讓行人嗎 然後就是這樣 斜斜的 有沒有看到那個紅色的車子 我都只要兩個耶 你可不可以帶我去吃早餐啊 有什麼早餐好吃啊 我就是慢慢說不可以嗎 來啦走啦 早午餐超好吃的 它呢有很獨特的 只有他家裡有賣的早午餐 早安了各位 吃早餐啦吃早餐啦 來來來來 早餐喔 白白款 但保證這兩款 你沒看過 大家看 猜猜看是什麼 我用簡單的一句話帶過 他叫金沙皮蛋蘿蔔糕 蛤 皮蛋跟蘿蔔糕 是的 我跟你講 皮蛋跟蘿蔔糕已經很少混在一起了 他裡面還加了一個金沙 金沙蘿蔔糕皮蛋 重點是他蛋上加蛋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一般的雞蛋 好吃 他的金沙啊 他自己炒得非常的香 重點是你很難想像 金沙配皮蛋或配蘿蔔糕 他的香氣相輔相成之後 可以香成這樣 這家店呢 是我的愛店 平常呢 我都會帶自己的家人來吃 或是那個 最遠的朋友 從台南來 我也帶他來吃 聽說今天 這邊都算你的對不對 對 今天都算我的 來來來來 大家趕快點看 大家趕快點看 送哥送哥我比較想看這個 這一坨是 這一坨是不是 來來來 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坨叫什麼 泡菜蘿蔔糕 蛤 混蛋 阿你問蘿蔔糕在哪裡是不是 對 這是泡菜啦 阿你問蘿蔔糕在哪裡 給你吃一口 你就知道蘿蔔糕在哪裡 有什麼 有知道了嗎 有有有有 蘿蔔糕已經壓扁在裡頭了 你看他這個白白的就是蘿蔔糕 每一口裡面有糕 有蛋 還有 送哥我吃到裡面還有起司 欸厲害厲害 他為什麼叫混蛋就是因為 他把蛋蘿蔔糕全部都和在一起了 然後再加上所謂的滷肉絲 就合起來 阿如果愛吃辣的朋友 我真的推薦 再沾一下他們家自己炒的 特製辣椒 趕快泡麵 不吃泡菜的你也可以直接吃蘿蔔糕混蛋 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邊有錢 你不吃泡菜 老闆送一個 這什麼東西 老闆 香豆腐 香豆腐 隱藏版的啦 隱藏版的不好意思 只有我來才有 這是豆腐嗎 你覺得它是什麼 你覺得是豆腐對不對 對 它叫香豆腐 你先聞香不香 嗯香 有點甜甜的味道 沒錯 它上面是糖霜 然後呢一點點甜甜的 然後你以為是豆腐 可是它其實不是 一口口咬下去 裡面有包啊 裡面是法式果汁 對 然後裡面有花生餡 它這個隱藏版甜點啊 菜單上沒有的 只有我呢 跟老闆特別order才有香豆腐 每一種都是你外面根本吃不到的 早餐就是漢堡啊 對 三明治什麼的味道 對 這家的漢堡真的蠻特別的 你看這樣子 這麼漂亮一個菜 它跟外面的早午餐比起來 絕對划算 有機會一定要來這個 士林健壇那邊試試看 不如見口夾 禮拜六公休 禮拜天人超多 如果你大概十點 十點半 來的時候會比較有空味 那報你的名字有多少 報我的名字都加多服務費 都是嗎 因為老闆特別服務 他們家的餐點超多的 早餐店有在賣這個 小肉豆的嗎 南部單單才有 你知道嗎 炒飯什麼的都要十點後才有 好 就這樣 來吃豆腐 來吃豆腐 欸 豆腐的頭給你 對 還沒吃早餐 所以來這裡吃 再回去開店 店已經開了 我是趁那個 控掌過來一下 長公已經把店開好了 對對對 待會見 好 謝謝 拜拜 來去 來去 然後我說我爺爺都挑那個扁蛋啊 來拜的土地公就是這個 它旁邊是大龍公 這個有福德公朋友 它叫後港前 後港前 港前路的港前就是兩個字 嗨 這是我們 我兒子同學爸爸 那個照相館的老闆 其實很好 有照相 在地老 有夠在地 我跟你說 這條路也很多東西好吃 大概在我念小學到 我高中的時候 這條路上每天早上都擠滿的人 因為旁邊就是市場 這裡超豪邁 可是現在你知道 生活型態改變啊 少子化巴拉巴拉 所以現在就是 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熱鬧了 但這裡還是 大家主要的一些經濟活動 來來來來來 你看 每日手工自製 來來來來來 本店剁花 每日手工自製 才用飛機改造行動 維持高品質 真的好吃 老闆老闆老闆 老闆大哥啦 你好你好你好 我吃了這麼多年 都不知道老闆貴姓 我姓李 李啊 牧子李 李老闆你 你老闆你老闆 還來嘛 多久來一次 大概一個禮拜就會來一次 對啊 是不是很好吃 阿你最愛什麼口味 花生 讚讚讚 因為頭頭控料就明了 對對對 他這個都手工做的 對啊 欸跟大家講個小故事 其實我在公司 有主持個 那個跟美謝友姐 主持個節目 我曾經好幾次 問老闆願不願意送 這裡是市里 公司在東河 老闆一開始不願意 我說30萬不行啦 40萬不行 50萬喔好 馬上就說好 因為太遠了啦 50萬 所以老闆覺得 這樣子他才OK 因為出去一次這麼遠 結果呢我買去 不只是只有美秀姐 連導播 連攝影師們 大家都說超好吃 超有面子的 哇 你看看你看看 欸鏡頭不要走 老闆這個價錢 佛心啊 在台北市你看 有50塊以下的豆花 熱的冷的都有 重點是 每個禮拜三 還買三松一 老闆是不是做功德的 謝謝老闆 有檸檬粉圓豆花 有檸檬粉圓豆花 啊我的芋泥 我有在這裡 對對對 我最要緊的芋泥啊 哇芋頭控 來來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思思念念 最愛的 芋泥豆花 你們知道嗎 台北市根本 找不到這麼好吃的芋泥 而且我私底下 跟老闆聊 他說這個芋泥喔 他是整塊芋頭 下去一直煮 一直煮 然後呢他這個豆花 都是每天現做 他跟他弟弟 還有那個老闆娘 一起輪班 每天早上就回去 現做豆花 所以他這個是芋泥裡面做成糖水 的意思嗎 不是芋泥做成糖水喔 你這樣講就遜了 人家是芋泥湯 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得到芋頭 纖維 這個芋泥真的超好吃 超綿的 再來這個 這台北很少看到 豆花裡面加檸檬 然後老闆呢 我剛本來是跟他講說 我只要檸檬豆花就好 但是他說 從那個劍檀捷運站過來的妹妹 他們都會加粉圓 喔 竟然是妹妹們最愛 我這個年輕人也要試試看 給你看人家煮的糖水有多清 很讚耶 唉唷 我突然知道 為什麼我女兒愛吃這個了 老闆現炸的檸檬汁啊 自己擦的 他的粉圓是一般那種小顆的 重點是非常低 混成檸檬汁的粉圓好好吃喔 我覺得那種現炸檸檬 香氣無可比你耶 真的 以前有一句廣告台詞 麵好湯濃肉大塊 你看 有多厚 這麼厚 比拇指還厚 吸滿了滿滿的番茄牛肉湯的湯汁 重點是給你們看 他的湯還是清的喔 很厲害 今天介紹這個家是什麼家 我只是只顧著吃 這一家叫做王廷掌炸醬麵 他的牛肉麵超好吃的 重點是肉給了三四塊 每一塊都比厚的 所以太厚了吧 對 在台北市這樣一碗 兩百油澡 你去哪裡只好 基本上我覺得他大概就 腱子肉切一半 真的耶 好厚的 然後來這邊大家我推薦一下 一定要吃他的這個自製麵條 又厚又香又Q 為什麼要吃這種麵條 因為他這個很多厚 然後折下去的地方 他就會吸滿了湯汁 一個中庫 一定要點小碗 拜託 一定要點小碗 這是小碗 是 這是小碗 超香的 而且可以吃到微微的 番茄酸 番茄甜 然後那個清湯 還有牛肉的香氣 一點酸剛好把牛肉的甜味完全帶出來 讚 你怎麼沒有接收他們的麵條 對對對 王廷掌炸醬麵 對對對 差點忘了 因為我剛進來看到牛肉 就龍心大躍 啊這個是你吃完了是不是 對我剛剛吃了幾口 對 我點的然後你先偷吃幾口 好好好 謝謝你也幫我辦好了 這也是小碗的 以台北市來講 你要吃到小碗 卻這麼大一碗 裡面滿滿都是料的 真的很少 你看到這個代表什麼 我跟你們講一下 這代表裡面都是瘦肉 只有瘦肉的肉燥 它才會結成整塊的 如果是肥肉的呢 它就會整個散開 瘦肉的價錢 又是肥肉的兩倍 所以老闆超用心的 誠心跟大家推薦 老闆自己炒的辣椒醬 一流的 湯哥 好吃嗎 好吃好吃好吃 老闆 這麼好吃 是不是應該要加點辣更好吃 對 我辣椒全部都自己做了 試試看 還不趕快拿一點辣椒 要要等我一下 給我一點機會 老闆多謙虛 都幾歲的人 還叫我給他一點機會 他年紀都比我大 試試看 試試試 不好吃不用錢 真的嗎 好不好吃 你都用瘦肉耶 瘦肉比較貴耶 因為不能讓你看到 炸醬屬於油拌麵 必須要用豬板油下去炒 對 炒到把油逼出來才不會那麼多的膩 你不吃起來覺得很油嗎 不會啊 真的喔 對 因為你的麵條夠寬 咬下去的時候 浸到鏡頭夠 所以它那個油的感覺 完全被麵給帶掉了 謝謝 慢慢吃 好 謝謝 不過老闆你的滷菜也超好吃的耶 我滷菜是沒有用半地醬油滷的 哎唷 山東的滷味叫白滷 白滷 白色的滷味 然後用中藥材 鹽巴 然後一下子滷出來 所以它顏色看起來白白的 可是味道很滷味 哎唷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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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闆 不過說真的 它滷菜也很好吃 但是因為今天點了兩晚 沒有吃不下 它那個滷菜小菜 貴是滿滿滿滿 建議一定要點了一個小菜 叫做花乾 他會把它滷汁吸進去 你一邊咬的時候不汁 它的獨門滷汁就出來了 好好吃喔 敬禮 謝謝老闆 敬禮 拜拜 謝謝 感謝你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 謝謝 最大的重點呢 就是來拜拜 殘頭殘尾 我們就是要來得到神明的庇佑 跟神明的幫助 讓我們可以安居樂業 那你們現在後面看到有沒有 那個綠色的屋頂就是建台 藍捷運站 月台就可以看到我接下來介紹的這間廟宇 給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一個士林貝河道 以前呢 基隆河捷灣取植之前 這裡你現在看到的下面 都是河道喔 那個溪流的小支流 那後來呢 在民國這個 大概我小學的時候 70幾年快80年左右 這邊開始填起來 囤起來 然後慢慢的在80幾年 我們的成德福德宮就落成了 我很喜歡這座廟 因為它就像7-11一樣 24小時不關廟門不關燈 永遠有一個亮亮的 亮亮的土地公在這裡守護著你 讓你可以那個心裡有個平安 它呢裡面有講 它只要燒三柱箱就可以 因為它總共只有三個爐 雖然呢它有五尊神明 但是呢 因為是小廟 後來慢慢擴建起來 所以三柱箱 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拜完 所以我個人非常喜歡 有空沒空我就會來 來來來看一看齁 一進來就有一種莊嚴樹木的感覺 而且這邊寫得很清楚 本宮三個爐 新清一炷香 金子自由樂捐 家裡如果有小孩的齁 一定要來拜虎爺 因為虎爺會幫我們管教孩子 所以可以祈求虎爺 譬如說保佑孩子唸書啊 不要調皮啊 然後可以那個上進心 願意多多唸點書這樣 聽說要來之前就有人下贊帖 因為我蠻會解籤的 來來來 有人想問問題嗎 可以問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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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先跟土地公伯伯說 你有什麼疑問 那希望他賜你一支籤 給你一個指示 如果可以就給你一個聖筊 來囉來囉 有耶聖筊 問到試的時候 喔47來來來再來問 喔是耶 來來來來 我可以先問一下你求什麼嗎 求愛情 愛情是不是 OK的OK的 心有千 數不利在春天 移東方啊 春天不好 但過了春天就好咧 好再來 君爾何須問聖姬 你君爾 你啊何必要來問神明 給你一個指示呢 自己心中皆有意 你心中已經有好的人選了耶 有嗎 而且什麼樣的人是對你最好的 你知道啦 於今且看月中旬 喔 月中旬現在是 下個月 所以是下半個月 我來看一下 月中旬現在應該是月上旬對不對 現在是四月十三 月中旬 農曆四月十三 月中旬就是四月十五過後 兇事劃 哇 意思就是你原本很煩惱的 很不OK的事情會越來越好 那人到底在哪 啊不是說移東方嗎 你看你看 來人月光到 意思就是 月亮滿月之後人就會來了 啊 那快啦 有解千的啦 不要說我亂講 每次又說我不準 他說你何必求神問卜呢 你心中功名自然有意 你所擔心的是 要等到月中之後才會有轉機 才有逢兄化旗的希望 現在近期載我去做就對了 然後問婚姻 過了月半以後 繼續努力 有情人忠誠眷屬 欸 全對 全對喔 對啊 讓你去燒金爪 OK 跟土地公伯伯討好一下 謝謝一下拜拜 謝謝謝謝 對啊 不是拜我 是拜他 我介紹那個好吃的店家 就是剛剛我說 建台路一直走嘛 然後右轉斜斜的那個 華林街一向進去 就會先到我們的豆花店 超級推薦 如果你是一家人來玩 譬如說你有小朋友的話 我們這旁邊還有一個 前港公園 上網查一下 前後的前港口的港 下次大家還想去什麼地方玩呢 或是你那邊有什麼有趣的廟 或是你覺得東西比較好吃 廟不重要也沒關係 歡迎大家來留言 我一定去拜訪你家那邊的 有趣的廟 或好吃的小吃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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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